象征牛年五栋竹山花园城市的牛舞花族裔灯会 将以月底登场 其中有指南工经费赞助 唯有秋景段 以及林芳市陈陆昂老师率领团队打造的 牛转乾坤花舞琴主灯 日前也装设完成 琉璃结合了竹编所打造出的主灯 希望让民众欣赏到有别以往的花灯作品 这次主灯的概念就是牛舞花 那我们这次是结合在地竹山的竹子 那我们找秋景段老师配合 就是说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如果说单一煤彩玻璃的话 它的有局限 那我们用复合煤彩就是竹子 让人家能够知道说 在地的竹子跟玻璃工艺的结合 让民众很清楚知道主题是什么 当中除了主灯是由复合煤彩 琉璃结合竹编打造外 在一旁也设置了三头由秋景段老师 设计而成的牛型竹编 编法精致细腻 希望让民众欣赏主灯的同时 还能够留影做纪念 三头牛呢 就是用我的各种不同的编法 去把它呈现 那像这一只就是我们的乳牛 那你看到上面有竹配合一些花朵 也配合了我们这次灯会的主题 牛舞花的主题 那我们希望呢牛它可以呈现它 三种不同的花样 所以三头牛我们的编法都不一样 然后配色也不一样 希望把我们的主意呢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个观感 此次主灯作品 流离部分除了在夜间透过灯光 能展现出相当动感的氛围外 日间借由阳光照射也有独特的美感 公益驾龄方式也希望作品 能让民众欣赏到竹山的公益文化之美 所以我们有三只牛 有一只是水牛乳牛 还有一只黄牛 那它的框架是不锈钢金属 那里面是秋景段老师的竹边 那花朵的部分我们最主要是 也是配合秋景段老师的竹边 跟我们的流离的部分 那白天的话 它有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那晚上灯打亮的时候 它又有不同的氛围 让民众体验就是说 不同的一个复合美材的艺术的一个结合 让这一次的主灯 让外来的民众 外来的游客能够知道说 竹丹带地的一个公益的文化 议长和正丰肯定参与灯会活动人员们的用心 也要请民众到时候都能够前来竹山参加灯会 欣赏这些深具地方特色的花灯作品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